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來跟各位分享玩具啦 然後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東西呢 想必應該有買的人手邊都拿到了啦 如果還沒有買的人呢 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這款作為一個DNA Design 在2023年的10月所推出的DK42 這款配件包 當然它是適用於這一個 登登登登 這一支遺產系列的一個警車潛行 它可以讓這一支從 NINJA 然後呢升級成 轉過來 SAMURAI 的一個配件包 SAMURAI 54 當然呢在抹消啦 都知道這一個配件包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讓這一支能夠 重現當年的 TA34 那一款 武士潛行的一個 配件包 那MOROSER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 玩具的內容物呢 就是這個樣子 你從盒子拿出來呢 稍微簡單的組裝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像你鏡頭前面看到的這樣 這個是 整個玩具的 內容 它就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車子 那當然這個東西呢旁邊的卡扣呢可以組裝在 輪胎這邊 重現當年那款 TA34的那個 AUTOBYE旁邊 多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小掛 小掛車 那種 怎麼講 當年美國很流行的那種就是 摩托車旁邊多加一個這種 做人的地方 像這樣子 那整個配件包 這邊要特別包講一下 整個配件包的材質呢跟 實際上這一隻 官方的這隻玩具呢基本上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整個材料 摸起來那手感是一樣的 所以呢 然後連塗裝呢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特別那種 這好像不是他的東西的那種感覺 不會 整個非常的協調 搭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非常的漂亮又協調 然後呢 這一隻呢 主要在車型態可以像這樣搭載之外呢 大家想看就是他可以在 變形成機器人形態下呢 他還是可以變成他的一個載具 那一樣沒了算吼 我們先把他從這邊給他取下來 那當然 在變成機器人形態下呢 我們先把這一隻 潛型呢 變成機器人 那機器人的影片之前有介紹過了 我們就 不多做介紹了 直接把他悠悠的吼 悠悠的 悠悠完之後呢 潛型 就先把他變形成他的一個機器人的形態 那一樣我們先放旁邊 機器人的影片呢 你們可以稍微搜尋一下 片尾的潛型可以去看吼 那這一款配件包 重點在配件包 我們鏡頭先往下移一點點 配件包的變形呢 首先呢 這一隻 他把所有的東西 你看到這邊所有的一個 內容物呢 全部塞在這個小小的 這個旁邊這個小拖車裡面 那變形呢也很簡單 先把這個輪胎的地方 取下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這一隻 像 三叉擠的東西呢 把它取下來 這個地方這一隻 握桿 取下來 他這邊是用兩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 圓形的這樣滑鉤 你可以把它這樣滑進去 會完全固定住 當然你不用整個捅到最底啦 稍微滑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呢 頭盔就會像這樣隱藏在車底這邊 左右兩個小卡扣 解開 然後呢這邊上面有一個圓圓的這個連接的那個連接零件一樣把它先取下來 一樣是一根 卡扣 連結的先放旁邊 然後呢這邊從中間給它對付 解開之後呢 就會看到它整個五四盔甲的一個雛形 然後呢轉過來 這邊有一個凸點的這邊呢 朝這個方向 頭盔的地方像這樣把它翻過來 然後呢這邊 這邊有一根像這樣子的一個滑軌 這邊這個滑軌呢把它向前推 推到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特別注意 它這裡有使用到 這邊看一下這邊有使用到一個球型關節 然後呢這裡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凹槽 這時候你要變成五四潛行之的時候呢你要把凹槽 朝內 然後呢捏著之後呢這一塊 再把它做一個旋轉 等下是兩個零件齁你要把記得這裡做一個旋轉 轉一圈 等一下球關節跑出來像這樣轉一圈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呢如果你這邊 你拉過來啦齁 你球型關節這邊齁如果沒有順著這個方向的話呢 這邊的活動度呢會被這一塊 被一個這個地方干涉到 所以呢我建議各位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旋轉過來 球型關節一定要朝內 旋轉過來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個零件把它向下翻 就像在玩勇者王的那個中毛一樣 像這個樣子 基本上這一件盔甲的變形到這邊就完成了 這個模式下啦齁它有一個 讓你可以展示 這一個盔甲的一個 展示架模式 Display的方式 先把這一支 輪胎跟它的武士刀 向這裡做一個翻折 按捏 然後呢這一個 根部的這個地方呢把它插下去 旋轉 讓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凸點齁 各位看這個小凸點的地方 讓它小凸點的地方朝 跟這個地方 切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呢這一個地方 這個東西上面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字型的凹槽 把它像這樣組裝起來 讓它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一根 一樣給它掛上去 像這個樣子給它掛上去 在你眼前看到就會像這個樣子 它就一根東西 按捏 然後呢接下來你只要把你的這個武士的這個地方 這裡有兩個凹孔嘛 剛剛那個在裝的那兩個凹孔 跟這裡做結合 記得組在這邊 然後呢你的這一根 這一根 像擠的東西 上面有一個 花紋 你剛好會對應到這個頭盔旁邊這邊有一個凸起來的地方 讓它可以像這樣子 花紋對凸起 這樣 把它 扣在這裡 這個花紋跟凸起的地方扣起來 頭盔就會像這樣子剛好 穩穩的扣在這一支支架上面 然後呢這時候呢你把它向上翻 調整一下 盔甲的角度 然後這樣子就是它的一個 DISPLAY的一個 形態 DISPLAY就是展示形態 放著 阿捏 基本上它就可以像這樣子放在你的一個 展示架上自己調整一下角度 它的一個DISPLAY形態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放在旁邊在潛情還沒有使用這套盔甲的時候可以像這樣 聖衣的那個形態 像這樣擺著 還其實還蠻有梗的 然後組裝 穿在身上呢也 很簡單 一樣武器取下來 這個東西一樣取下來 著裝上去的方式呢 你只要把這邊這一個凸點 這邊各位看到有一個凸點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黑黑的這邊有一個凸點 對應到 POM的背後這邊有一個 凹孔 整件像這樣給它穿進去 然後呢這個卡扣對卡扣組起來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呢手呢把它左右翻上來 旁邊這兩塊呢就沒有什麼卡扣 只是就是放在腰部的這兩邊 像這樣放著 阿捏 阿捏 然後呢這個地方像這邊把它翻轉上來 它也沒有卡扣就是這樣子 這一根軸 翻轉上 從它腋下咖吱窩翻轉上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手給它放下來 剛好 夾住這一個關節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像當年的潛行一樣它也是這樣這樣穿起來 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頭盔呢 這邊後面有一個 一二三個支點 這個整個支架是可以拉起來的 拉起來之後呢給它 套上去 像勇者王的那個頭盔一樣 套上去 然後呢 這把武士刀 你可以把它插在它的左手或右手 都沒有關係有一個卡孔 把它插在它的這隻手 讓它拿著 讓它右手拿刀 刀面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後面這一塊零件呢稍微讓它飄一下 飄一下 然後呢這一根 整隻擠的部份呢 你可以把它插在這個地方上面 插著 官圖是擺這樣子拉 會夾頭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難看 所以我會把它選擇向上 那旁斜斜的這樣就好了 好 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跟合體步驟這一款 武士潛行 SAMURAI POM就變形完成了 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 因應玩具的玩法啦 其實這個地方 它要增加頭盔的一個可動度的話呢 這裡 這一根軸呢 其實它是可以把 整個頭盔 跟軸是可以分開的 那你可以直接像這樣戴下去 剛那個拉進去那個動作呢 是 玩具 為了玩具的一體性 好啊捏 當然你這個拔起來之後呢 這一根整個直軸是可以把它收納在 背面這裡面的 好啊捏 我們有沒有聽到 鼻鼻鼻鼻的聲音呢 就是奶油在玩玩具 有沒有聽到 那個沒有辦法阻止不了它 好 OK好 那變形合體就像這個樣子 整個正面看就是非常帥氣 就穿了一件武士的鎧甲 從側面看呢 這一邊這一塊零件呢 就會變成武士鎧甲的旁邊那一個 他的那個 裙甲的旁邊那兩塊 盔甲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兩個就變成他的一個 肩膀的裝甲 肩甲的部分 那這邊當然 一樣跟 網路上面你看到的反貨一樣 這兩塊肩甲裝上去之後呢 手臂的可動度呢 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這兩塊呢 會擋住他的手 沒辦法朝前 後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剛好就是一個 整個往前的零件 他會給我干涉到這裡 所以呢 造型上來說是很帥 但是呢 可動性就會 比之前來說大打折扣了 那武士刀呢 裝載的地方就是 當然左手右手都可以 你可以讓他拿在手上 像武士刀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把背後這一隻 像擠的東西齁 從這個地方給他拿起來之後 這個卡扣 也可以直接裝載在 手臂上 變成一個 裝載的武器 當然啦 你也可以把 卡扣一樣放回去 這一隻擠拔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拿在 這一隻有一個 圓形的手上 這邊這個地方是裝 拿那個 手裡劍的那個 迴旋錶的 這裡是拿他武器的手 你也可以直接齁 把他的上下分開之後呢 這一段穿進去 然後呢 這一段再給他 穿進去 當然你要直接握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他官方是希望你 分開這樣子 比較不會有 折斷的風險 阿捏 武器就可以像這樣 拿在手上 拿在手上 那這個形態下呢 因為我剛剛不是把那個 頭盔那個 限制器拔掉了嗎 所以他的頭是可以左右 上下 旋轉 當然不能365度 因為這邊會卡到 當然就是左右上下 因為頭盔裝下去之後呢 頭會變得比較大 當然因為武器頭盔嘛 本來就會比較大 不過這一款跟當年的 最大差別在於呢 你不會特別為了要把 他帶頭盔 然後頭就做得很小 他拔下頭盔 你看也是很帥有沒有 可以讓他拿在手上 像那個聖鬥士一樣 拿下頭盔還是很帥 當年那款 TFA的呢 就是頭 為了要喝頭盔 所以要做得比較小一點點 就臉很修長 看起來頭型就很小 這一款就比例來說 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當然啦 還是非官方加持啦 官方就 不是這樣子 一樣給他裝起來 他拿在後面 喔那 總結來說啦 這一款 配件包呢 就是為了滿足當年買不到 TA34的那個遺憾 所以呢 他出了這個東西 當然呢 這支東西你要拿到的前提是 你還是要滿足 你拿到 拿得到這一支 潛行 那我再強調 潛行第一批大貨 他非常的不好買 所以價錢比較高一點 那當然他之後會有 第二批的大貨 第一批不好買 第二批就是大貨 大貨呢 量聽說很多啦 那當然還沒有買的朋友呢 趕快網路找看有沒有那個門路可以訂 趕快訂購 如果喜歡這一支的話 OK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就其他沒什麼好囉嗦的 就是一件一隻 機器人 可以變成旁邊搭載車子 車子型態旁邊搭載 然後機器人可以穿盔甲 希望各位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就記得去買 DNA Design的DK42 介紹給各位 謝謝各位 好啦 啦 schaut吧 arma 啦 給予捏